最近 所謂 付 中國組團旅遊的事情 這個禁團令 對我們很多的旅遊業者 乃至於人民 其實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當然 行政院這邊 有所謂國家安全 兩岸對等 等等的考慮 這個我們都理解 但 就像院長剛剛所講的 台灣最讓人驕傲的 是我們的民主自由 是我們的法治 是我們的人權 所以我們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在做很多事的時候 絕對不能跟北京一樣 上面說了就算 我們做事 還是要踐行民主的程序 有法律的基礎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有太多旅遊業者 有太多受衝擊的人民 來跟我們澄清 那我們只是 很單純的請教 目前的執政團隊 請問禁團令的法律基礎 到底是什麼 我們問了半天 得不到答案 所以我昨天特別拜託黨團的同仁 發文 給我們的交通部 沒想到交通部回我們 是一堆新聞稿 我只說 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 你那個禁團令的法源基礎是什麼 結果回給我 一堆 新聞稿 我看了半天以後 我看不到說 怎麼回了二三十張紙 上面寫的 全部都沒有法源基礎 他說 是基於防疫的需要 那很奇怪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去年 早就解散了 那COVID-19也是第四級的傳染病啊 所以他的法源基礎到底是什麼 我們到目前 跟院長坐在這邊 討論的同時 我們還是一頭霧水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除了我們柯文哲柯主席 他也是很客氣 面對媒體的訪問 就幫人民講出這樣的心聲 請教了法源的基礎是什麼 結果柯主席也好 台灣民眾黨也好 關心所有 關心這個問題的人民 都沒有得到答案 都沒有得到答案 那反而我今天在媒體上看到 民主進步黨的委員 出來 罵我們的柯文哲主席 說他心中沒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才會搞不清楚法源基礎是什麼 但我個人在法學上面 的專業是 是不深啊 那 不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我勉強 還可以看得懂 我看完了以後 我就完全無法理解 民主進步黨的立委說那個法源基礎是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我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從頭靠尾 今天早上 看到那個媒體報導 我覺得 我必須有必要再重看 我從頭到尾看了三遍 看完三遍以後 我還是不知道 那個法律基礎是什麼 所以是不是 我知道這種問題 可能問院長 可能院長會覺得說這個問題對您來講 太特定太具體 那也沒有關係 是不是可以及早 就拜託院長 跟交通部講也好 跟魯惟會講也好 這樣子做 法源依據 到底是什麼 這樣子的話 所有受到這個衝擊的人民 他們才有辦法 尋法定的程序 尋求救濟嗎 這個畢竟 就像院長剛剛所說的 台灣 是一個自由民主 民主法制的國家 對於人權的保障 非常的重要 我們在台灣所採行的任何措施 絕對不是上面說了就算 然後人民請教 法律的基礎 到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 拖了半天 結果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得到一個清楚的答案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自由民主法制的示範 絕對不是一個太正面的例子 那也是想說利用這個機會 就是跟院長 表達這樣子的看法 那也期待 在未來 這個溫暖而堅韌的內閣 那當然 在 雖然是看守了這段期間當中 我們還是一起為國為民共同努力 謝謝 剛才你提這件事情的話 我會很快的去了解 這個陸委會跟 這個交通部 我跟他們了解一下這個狀況 謝謝